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一点跟民进党自己相关的是说 台湾最大在野党的民进党 在这场江城会当中被选择性的忽略 全世界没有任何的政党会跟威胁自己国家的政党 联手对抗自己国内的政敌 然而国民党这几年来就是这么做 讲的是民进党的委屈 不管是过去的这个八年执政时期 或是这个已经政党轮替之后的民进党 认为在两岸关系之中是被忽略的一个政党 另外他对自己的支持者则是这样的喊话 他说我们要用和平理性坚定非暴力的方法 来捍卫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尤其是民进党的党员 不管任何时候状况一概不准使用暴力 民进党唯一的武器 和平是民进党唯一的方法 民主是民进党唯一的武器 和平是民进党唯一的方法 这是他唯一的恳求 也是唯一的命令 蔡英文唯一的恳求 唯一的命令 今天在整个陈明来台期间 各式各样的这个明代 到现在为止的这个状况 符合了蔡英文的恳求 跟蔡英文的命令 接下来大家会遵照党主席蔡英文的指示 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进行抗争吗 当然不会 他和平 他们准备要丢鸡蛋 那是暴力 那不是民进党的 北社 那是北社 就算民进党啦 我认为蔡英文的命令在民进党 也无法执行 那个庄瑞雄要放冲天报了 也无法执行 所以国民党为什么忽略民进党 不忽略他怎么办呢 找你蔡英文来总统谈 谈谈我们要共同推动两岸关系 你也不谈啊 你也提不出什么办法来啊 然后我提案说 我们要执行啊 要两岸经济合作啦 你没有一昧的反对啊 认我是亲中啊 向中国倾斜啊 我不忽略你怎么办呢 跟你谈没得谈 当然就忽略你了嘛 要是我 我也忽略他 这个跟蔡主席吃过饭的沈大佬 蔡英文的心情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他真的想要参与这场 两岸的这个谈判的过程吗 听起来他是说被忽略了 所以必须有这样子一个动作 我现在要回应一下刚刚尤华讲的 尤华说民进党的党中央的高层给他讲了一些话 那些话如果是 不是 民进党 党中央 朋友不是高层啊 朋友 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主席旁边的防御措施有问题 那如果是假的话 那就是评宫造谣 他讲那些话是说你跟蔡主席吃饭不是 不是他 刚刚他讲的那些话就好像一贯的嘛 就好像尤华又在现场了 那对尤华 我没说我在现场 不然你也讲个活影活现了 那对尤华讲的 他有没有吃饭吧 对 我要讲个活影活现的事情 他是跟你查证耶 我不做评论啦 我做评论 你如果给我安排一个专访 我就一一回答你 而且我知道还蛮多的 等蔡英文要选总统那一天 一定专访你这个关键的key man 那个我是觉得蔡英文讲那些 正在他民主政府党的主席 是不是没有道理的 比如说这个整个被忽略了 但是你一同讲的也对啦 因为民进党现在的立场 已经没有顾虑到 整个大环境的时空背景 那他完全否定到底 完全反对 就汉贼不两立嘛 但这一点也不完全是 他就反共爱国 但是这一点也不完全是 民进党的错 我觉得是国民党也没有把现况 一无一时坦白地告诉国人 所以让民进党 有做文章的机会 让民进党有打稻草人的借口 所以国民党应该先 把这个稻草人拆开嘛 让你要反对 要有不同意见可以 但是我们两边的差异 不会那么大 那今天既然差异那么大 南辕北侧 那我觉得民进党被拒绝 委屈是有的 但是如果除非马英九不干两岸事情 那要干的话 这个跟民进党要合作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但是我讲到 这个和平是唯一的方法 民主是唯一的武器 今天蔡英文主席心中的主要中心理念 他的认为合理的手段 绝对不是这些议员在穷州的所认同的 这个就是民进党里头 基本上是含有两股 完全南辕北侧不一样的人 那蔡英文跟这些人 这些人如果说蔡英文把他的事情 心中话都讲出来的话 这些人不会挺他当主席的 那如果蔡英文不计一切后果 这些人是要开除的 蔡主席应该主行命令 蔡主席命令嘛对不对 那主行他的命令 所以这两派人理论上要事不两立才对 我要跟沈大导讲一声抱歉 因为是这样 因为是关于邱一人那个积压问题 我民进党中央的朋友 不是高层 我在讲 不是高层 机场 民脑招的机场 在民进党中央党部认识 拨嘴但是不高层的人 对对对 消息灵通 但是并不高层 他是第一个 他们来问邱一人积压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谈 这是陈云林来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 就是说关于两岸政策的 本来我们是上个礼拜约 因为我上个礼拜 我没时间 结果一直就拖到昨天 整个过程是这样 那过程我坐下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两岸政策 应该是民进党的力多 也是民进党的力气 我说毕竟蔡英文 她做过陆委会第一任的主委 况且做满了四年 我说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你蔡英文的大陆政策 应该如何如何如何 讲到了最后 他们突然跟我讲了一句 他说你晓不晓得沈大佬 也给蔡主席提了建议 他们吃过饭 况且就在前几天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前几天 因为你看日期我都不知道 那我怎么可能会在现场呢 我在现场我就知道日期啊 对不对 你说如同在现场 你再讲下去 他如坐针针的 他就跟我讲 他说沈大佬跟蔡主席 谈的一些理念 但是我也跟他讲 我说当我看到蔡英文 没有办法去处理 王定宇问题的时候 一个王定宇问题 那你处理不了 陈水元问题 我说那你怎么处理 我说现在蔡主席 应该展现魄力 现在民进党的一军二军 统统不讲话 现在都是三军 他说什么叫做三军 陆海空三军 他说陆海空三军 就跟沈大佬 我说三军就是 地方型的县市议员 在那边主导 民进党未来的发展 我说这样子下去的话 那现在也重舟了 对 我说这样子下去 你民进党你还有前途吗 我说你再这样子下去 我们过去支持民进党的 也不会回来的嘛 所以就话就讲到这边 结果他又给我拉了回来 他说你碰到沈大佬 帮我问一下 究竟交换了什么意见 就是这样子 昨天会议 所以蔡主席并没有告诉你 民进党中央的基层的朋友 他们两个谈了什么内容 对 对 但是说已经吃过饭 就在前几天 所以他们也很好奇 就是说他说你碰到沈大佬的时候 帮我们问一下 你也帮我问他们一下 要知道我的看法 安排一顿换局就好了 这样子啊 直接告诉他们 好 那我去约 好 那我去约 不过我们看蔡主席的这个投书里面 搞不好有很多次 这个沈大佬给他的意见 所以仔细的败读 应该可以看出端倪 不过最后这一段就是 恳求民进党党员 不要用暴力 要用理性和平的方式 这是他唯一的恳求 也是唯一的命令 他的恳求跟命令 到底在这五天当中 会不会完全的 以目前的情况我们来看 因为刚刚前面提到的 像王丁宇的效应出来 当然很难 如果他前面好好的处理了 王丁宇议员的问题之后 后面就不会有这么多议员 争先恐后 他控制不住 现在的场面的情况 我觉得目前民进党 最担心就是第一个 被人家挂了一个台独党 又是一个暴力党 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 这个党对台湾的未来 拿不出一个论述跟说明出来 那尤其面对现在 今天下午 马上开预备会议了 台湾的四大议题 这四大议题 其实都是台湾工商界 甚至于外商企业界 各方 甚至于我们周遭几个邻国 都很期待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民党没有办法反对嘛 两岸要直航 其实我真的可以这么说 在推动这些四大议题里面 很多的事务官员 包括陆委会跟海基会 都是八年的时候 这八年来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他们自己也推行 同样的政策跟路线嘛 所以你不可能说 现在来反对他嘛 所以我个人来看的话是 民进党现在面临一个 是真的很困难 他当然蔡英文主席是希望 这个时候的协商 能不能让民进党能够参与 或者能够知习 受到一些尊重 我当然也是建议 如果可能的话 海基会或是陆委会 也让民进党能够知道 一些其他的情况 让民进党也能够了解 整个的进度跟进展 不要认为说 好像是牺牲了主权 然后去推动这些 两岸的协商的议题 第二方面来说的话 我个人倒是看蔡英文主席要更明确的 不是只有投稿 要在党内在开会的时候 要非常明确下达他的指令 在这段期间不可以有任何冲突或暴力的行为 或不理性幼稚的行为出来 他要讲得更清楚 不是只有在报告投稿还不够的 跟陈大老吃饭 偷偷的讲也不行 陈大老也不会帮他讲出来 不过这个会不会 如果讲出来就糟糕了 暴力的标准不一样 也许对于蔡英文来讲 今天不管是这个冲撞等等 这个都不算 就是说真正的暴力的这个定义 大家有所不同 所以今天的状况 也许也不在蔡英文的这个失控之外 你讲得非常好 对 你讲得非常好 应该什么标准 就是以警方的主事为准 警察叫你退出你就要退出 不遵警察命令的 不遵警察命令的 就是违反命令 就是违反蔡主席的命令 所以蔡英文的命令 由警察局长来宣布就对 因为现场维持出去警察 不是蔡英文维持嘛 对不对 蔡英文教他们要和平的手段 合法的方式 那警察叫你说你不要来闹 你就要听警察的 其实 对 那你难道能说蔡英文说 警察叫你离开 你要冲进去吗 他的意思就是 一鸿兄意思说 还是要尊重司法的界限 尊重司法的界限 对好 那这个到底会不会 这个蔡主席的命令无效 即便我们给他比较宽松 最最最宽松的这个标准 今天下午台南市议员王定宇 昨天前天都搞神秘 一直不透露他要怎么样子 北上抗议 但是现在已经确定 他要号召200多辆的游览车 已经从台南搭车北上 今天晚上要锁定的 就是陈云林今天晚餐的 这个101大楼 现在车子已经在高速公路上面了 稍后要抵达这个101 今天晚上还机会 在101大楼是有一个 接风的晚宴 今天晚上抗议的行动 主要是这个 不过王定宇今天早上也讲说 他其实是非常神秘 就是说要如何的这个抗议 他说可能会随时神出鬼没 也许是扮成服务员 也许是扮成计程车司机等等 就是会想要接近陈云林 就是小心所有匪谍就在你身边 那个感觉就对了 会出现在哪里不知道 不过现在确定他最新的行动 是要发动200多辆的游览车 等一下要集结在101这边 下班时间那里的交通 应该会蛮可怕的 这个沈大老你怎么看 蔡主席的所谓的暴力的定义 是不是真的 就是比我们一般来讲宽松一点 今天的所有这些议员等等 就是静坐 想要冲撞这都不算 不是我的猜 比如说他那个反水的 这个布条这样垂下来 这个不算 比如说在山上放冲天炮 这应该不算 这应该都是 都是可接受范围 缺过他的警戒现在你是被动的 你绝对不能变成主动 还有第二点你绝对不能过当 如果这三分力气可以把它处理掉的 你绝对不能用三分半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当然这是委屈 当然对警察来讲 就是这个比如说挨手挨脚 但是你就是不得不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警察 他平时训练无方 他现在连三分半都做不来 那一分半一分力气 很难拿捏 这不是拿捏的问题 我跟你讲就是在合理范围之内 你不能动 那合理范围外 就马上动 就马上就修了 就非常的干脆 不容其他旁观的人 有趁机起 那个起义的 你这个不跟白讲一样 怎么拿白讲 不是 我跟你讲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建议蔡英文 民进党讲清楚 什么样是合理的 什么样是不合理的 然后检察再讲一套 我们这样是做是合理的 要协商跟谈判就对了 大家协商一下嘛 如果是这样 大家协商一套 标准出来 违反的话 应该怎么样 警察应该怎么样执法 就你讲的 啪 抓起来 我回忆一下 他抓起来马上就看记者会了 我跟你讲 本来警力如何配置 如何行使公权力 是执政党的权力 是政府的权力 其实不需要跟在野党协商 但是问题 如果你的做法是过当的话 那留给人民一个 可以批评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就这样不好了 这次要协商 我觉得不需要协商 那这次如果说 有没有过当 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以此为鉴 做一个教训 以后这种事情还会很多 每两年就要来一次 对不对 那两年就要出动这样一万人 那不好啊 搞不完了 一个说他过当了 一个说他软弱了 搞不完了嘛 你们认为过当 但是有时候我看他是软弱 我认为警察 应该再强硬一点 那你认为他过当啊 我认为他软弱 由谁决定 警察的决定 警察官决定 法官决定 检察官决定 就是这样子 不是因为那个集会游行是这样 你通常是有分局的 刑事组的 他们会派组长来跟我们谈 然后讲好的区域如何如何 然后那你这里成立救察队 那我这里如何等等那些都有 那我觉得今天不管怎么样 你警方为了要保护陈云林的话 你必须你要跟这一些人 你维持一个沟通管道嘛 让他天天这样子如影随形 警方也累 那在野党也很累啊 那这样子搞下去没完没了嘛 所以我还是建议 就是说警方好好去 去跟蔡英文 不能的话 向那个沈大佬请教 向沈大佬请教 说如何让这些游行集会 能够平和落命 可是刚刚大家已经讨论过了 就算跟蔡英文沟通完也没用 这个投书都投啦 不要暴力 不要这个非理性 我说还要向沈大佬请教 你们这种各大50大版的讲话 是不对的 我告诉你 一定要谴责挑衅的那一方 当然嘛 当然谴责挑衅的那一方 当然是要那个 很简单 没有挑衅 你就不需要那么多警力 这不是很单纯的道理吗 人家车子要走 燃车的就是不对 对啊 那你应该把障碍排除啊 这一次你可以看出来 需不需要多元到7000人吃的警力 其实是不需要的 它可能已经上万了 但是你现在民进党很多的议员 或是民意代表 一直在烧这个火 在挑动这个东西 当然警力之后 被迫要增加警力嘛 这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所以我觉得 有没有效果 我觉得效果不大 其实你来看 整天的闹事哦 追打 还不如在原上半点挂那个旗子 来的效果很鲜明 就好了嘛 其实民主哦 是要更节约 更好的方式来处理 节约 民主不需要造成这么多浪费资源 不需要 民主可以号召说 把权力抓起来嘛 可以号召说 你要注意那个端咖啡的 注意那个什么 开气承车的 按电梯的 注意人家也是可以破油漆 可以这样子吗 你因为你这样闹 所以到处你都要注意嘛 所以才会 让回那么多警力嘛 我赞成这个义红的讲法 司法单位啊 要明确 因为你当初啊 当断不断了 所以今天造成这么多后果 所以你会 动用了一万多名警力啊 这个也是旧由自取啊 说实在啊 事情又做不好 人又那么多 违安 我们违安最大的原则是什么 外辞内章 现在你搞的外章内辞 你反过来操作了 这个很不足取啊 那至于说 大家讨论说 是不是 是不是暴力 是不是 是不是什么的 解释前不在你这里啊 解释前在司法单位啊 是不是 刑法里面规定的 清清楚楚的 这有什么好讨论 我觉得不要讨论了 怪不得蔡英文 要向我们沈大佬求智慧 所以啊 王定宇 发动200辆车子 这个下了很大的成本 我现在请教他一下 你告陈运林了没有 他说要北上暗邻控告 刘总你告吗 可能这个200辆顺便来告 你告啊 告啊 我希望你告 告了以后 你看看后面后果是什么样子 你等着再吃官司吧 好 我们先进广告